所以在有限的经济规模之下 经济增长发力 没有那么多就业机会 而这些机会都是狼狼肉少 大家都在里边竞争 所以本地黑人对外来黑人这种排斥心理是非常强的 这才酿成了今天诸多的祸短 而与此同时呢 南非一些政治领袖大人物 他为了在选举当中呢 能够拉这些本地黑人的选票 因为他们有选票 所以有的时候呢 盲目的推波出来 讨好这些人 你像这次南非的骚乱事件 有人认为出发点跟什么有关呢 就是南非本地的人 祖鲁人居住的地区里边 有个部落首领祖鲁王 名字叫古德威尔 他在对媒体讲话的时候说 说是外来的这个非洲人呢 应该拿起行李回你的老家去 这句话作为一个影响力很大的公众人物来说 最后对这件事情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样的一个言论发出来之后呢 就是经过网络的疯狂转载 所以现在是成为了一种 一个排外的势头 那么这个祖鲁王的这个言论 是不是构成这一起排外骚乱的原因 直接原因 我们现在很难做的分析 但是这个说法呢 不是空穴来风 所以这些事加在一块促成了眼向南非出现的大规模骚乱 而且这种骚乱可以肯定的是 对南非的经济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因为南非现在的经济结构呢 还不同于 你比方说前一段时间 我们知道越南发生了就是说烧华人工厂事件 以前西班牙也出现了就是排斥中国这个鞋 到这来低价卖 这些国家呢 就是如果说中国的投资没有了 他们自己的制造业呢 也基本上够支撑 但南非不同 南非现在是假如这么排外的话 他首先是呢 把黑人兄弟这些劳动力丧失了 那么接下来如果再进一步排外的话 其他国家不倒是投资了 南非的经济现在有可能就陷入到谷底 所以他越是大规模骚乱出现 外来投资就越谨慎 就你治安状况这么不好 你是你不不先不排斥我们 你排斥的是外来的黑人 但时间长了 这些廉价劳动力没了 我们在里面投资意义何在呢